歡迎收看 你像你看一等兩倍 一倍 然後變兩倍 變四倍 變八倍 變十六倍 變三十二倍 六十四倍 是 那這樣多少 你就可以變成提款了對不對 不是 你知道多少年嗎 15年會變一千倍 天啊 好 靜宇 是我覺得冠宇還算幸運 你知道嗎 可見他選的那個房子地段不錯 可以六十五變八十萬 也有人八十萬變六十五萬 所以我覺得不動產的投資 大家就講location 地段還是非常重要 地段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想也是不動產的一個風險 就是說 我們要看地段建物而定 那當然啦還有買賣價差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很多藝人朋友都說 哎呀 買房地點賺錢賺錢 可是所謂賺錢 我們講王永慶講的嘛 那一塊錢要 就是說你沒有賣 那叫紙上富貴 對 那不小心再放十年 萬一怎麼樣的啊對不對 跌到六十萬或低於六十萬 那你就不叫賺了 但是我覺得Ritz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他也有專家幫你篩選過 他的投資標準 那因為你這個不動產 一定要有買賣 價差進了口袋才叫賺 所以這就是賬面 那我覺得Ritz本身 因為他就是已經把 不動產變成一個商品 所以你是直接投資 而且我們剛才強調 因為商辦它有租金收益 所以相對它的收益 以來源是穩定的 另外還有一個做一個配息 Ritz還有一個東西 是他可以省稅 那為什麼他可以省稅呢 因為我們一般買股票 我們接下來要課這個 贈索稅 贈索稅 好那可是呢 因為他是基金 那剛才這個 基金引稅 基金引稅問我說 欸 他到底基金還是股票 他交易方式跟股票一樣 但是他在 磕稅的時候 他跟基金一樣 所以他的資本利得 是不用磕稅的 是 他只有配息必須要磕稅 欸 關儀這一點 也可以回答你剛剛的問題 你買房子你賺了 賣了房子之後賺的錢 也是要課稅 以前不要 現在以後要 而且現在不是要時報嗎 對 時報 時價登入口 所以Ritz不用 對 好那 但是 如果你是海外的 像剛才靖宇講的 海外基金的話 那你只要 每一年沒有超過100萬的話 也是免稅 現在也是100萬的免稅額的門檻 對 所以他又有稅庫的優惠 要買很多很多啦 你要課到100萬耶 海外所有的 我們其實我們一般人應該都客不到什麼水了 真的 那阿正哥如果要挑選那個非常穩的 目前來講比較像台灣啦 國內的還是海外的 有沒有一些建議好 第一個 挑折價風險相對低的 這個折價跟抑價風險 假設這是禁止 禁止10塊 好 禁止是10塊 如果你的這個價格呢 比禁止高 抑價 叫抑價 抑出來了 抑出來了 那如果禁止比議價 這個禁止低的 這個就叫折價 對 那所以呢 我們最好折價的時候去買 是 折價的時候去買 所以當它的禁止 因為它的不動產 它有一個禁止 對 它的整個租金跟資產價值算出來 它有一個禁止 如果它跌到比禁止還低 然後你趕快進去買它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這個時候 股市大跌 股市不好的時候 股市大跌的時候 被貸衰的時候 對 貸衰下來 那你就進去買它 對 那等到它議價上去以後 你就把它賣掉 這樣子 阿正哥它的禁止 有每年重估嗎 這個每一個基金好像不太一定 要看它的合約 不太一定 對 因為有一些根本 都沒有重估 長期都沒有重估 這個就吸引大家會進去套利 是 如果長期沒有重估的話 比如像我六年前 花了一個瑞士 那當時是100億 那六年你知道 台北市的房地產 六年過去已經漲了一倍 對 那它其實現在還是100億 哦 所以它被低估了就這樣 它被低估了 那它的股價可能原先是10塊 現在只有13塊 那你知道其實它已經在 應該合理是160 應該是16塊 那這個時候它叫做被低估的股價 所以我們要買像這樣子的嗎 對對 就剛剛所謂的折價 就是用它的淨值 那淨值因為它沒有重估 我們要把它重估的再算上去 不過明年因為整個會計準則 跟國際接軌 IFRS以後 可能它會把它 被要求每一年 現在的價值被要求要顯現出來 不過這個時候就會 更好銷 譬如說阿忠哥講的沒有錯 你現在鏡子10塊 你現在9塊以下 你就先賺1塊 你到最後你清算 至少要10塊吧 對 你就已經賺1塊在那裡面了 是 第二個就是 就是挑租金有機會上漲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好地段的房子 還有二房東 二房東 二 惡劣的二 二房東 惡劣的二 好 那這些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就是 因為我們買股票 要看基本面研究公司 那這個東西沒有基本面 它就是那個棟房子 對對對 所以你就拿著書 拿著它的說明書去看一看 哎呦這棟大樓在哪裡 對 最好去逛一圈 去看一看 是不是滿租啊 如果它這個出租的話 它是不是滿租 如果它的這個 地段到底好不好 所以這個也要看 好 再來一個 股票下跌 殖利率就會變高 那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配息 對 所以當它股價跌下去的時候 它的殖利率就拉高了 因為你等於是賺它的這個報酬率 就單單那個配息的報酬率就拉高 配息不變啦 因為你的分母減少 分母減少 比如它是 它都配3毛 對 那你買10塊的話 那殖利率就是 是3%嘛 那3毛不動 那從10塊降到8塊的時候 那3除以8 就不是3%了 就超過3% 對 好 那第四個就是 持有標的這個影響的波動度 越小越好 簡單說呢 就是這棟房子的這個 這個房價 是 它最好越穩定越好 它不要暴跌 暴起暴落 房價應該是比較不會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租金 房租金 如果它租金 如果一下滿租 一下又空了 那這樣就不好 流動率太高了 最好都是滿租的 是 那我們在投資REITS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風險 嗯哼 其實風險的話喔 是房地產的一個景氣啦 當然還有它的 地段 你不要看商辦 商辦也有地段問題 像這兩年有些基金 就是所謂的REITS的基金 我們講掛牌基金被清算喔 對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 有一檔它就在 頂好市場那裡 欸 台北市頂好市場喔 那個地 對 東區 東區被清算 它是因為折價 它折價太多 折價太多 全部被人家收購 對 就是它鏡值很高 但是它市價很低 那我們趕快買一買 對 就把它清算掉 而且它超過那個門檻 哦 就是大家都買 買好以後就超過多少 超過60%是不是 也有集團 也有很多個人 對 然後超過門檻 然後我們最好聽到有集團做 然後我們就把它清算掉 就搭順風車 不過我覺得 因為它的那個地段 真的是太好 太好了 在東區定房市場那裡 所以大家就是 根本就是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重新評估之後 那個禁止一定會大幅的拉高 一定會獲利 所以很多人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想投資這個REITS相關的一個風險 其實這樣看起來 都跟景氣是有些關係 房價下跌 對 房價下跌嘛 景氣不好 當然房價還是會受到影響 所以 特別剛才憲哥講 阿東哥講那個 像金融海嘯那個時候 股票大跌 股災的時候 這時候進去 像我那朋友 他為什麼買到3塊多 因為那時候就是金融海嘯 那是全球性的 然後大家知道 金融海嘯是因為房屋泡沫 所以這時候呢 就是投資REITS一個好機會 講白點就是 對 那當然就剛才我講地段 就是像另外一家也是說 好像也要被清算 但是他就一直 速度都比另外 我剛才講 頂好市場那個慢 一直有狀況 因為他在比較像中山北路那附近 那就是說地段上來比較的話 在頂好市場這一塊 大家還是比較相對看好 更熱門 因為他比較好租 因為人超多 那中山北路那邊 可能單於婚紗街 可能大家看到那個房價 各方面比較 可能靠近天母那裡 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是說還有一個 當然啦 這個景氣不好 嚴格影響這個租金收益 大家算投報率 很多人要當報租婆 算投報率 老實說啦 就是我一些朋友 最近覺得房子不是很好 租出去 租了大半年租不出去 為什麼 就是有時候 可能有些地段景氣有差 最近的租屋率 空屋率 空屋率比較高 所以這個當然 都會影響到REITS的一個收益 所以我們買REITS 要稍微去逛一下 如果常常看到他貼紅紙出來 就不行了 豬豬瘦瘦 豬瘦瘦 對 我們除了REITS之外 還要跟大家報一個好湯的 更熱烈的 對 就叫做 精品也有雞精 對 什麼時候 怎麼沒有喝過 要問一下 阿董 阿董 真的在運用過耶 精品也出雞精喔 你說是不是那個 冷的喔 不是冷的喔 是買的那種 是是買的 阿董哥 對 那精品雞精其實 我們講穿了喔 就是他投資的這個股票 是 全部都是大家喜歡的 名牌包的那些生產的公司 是 LV啦 是 GUCCI啦 就是專門投資這些公司 對 那就把這些公司圈起來以後 他只投資這種公司的股票 為什麼 那因為這些公司有一個特性 就在景氣好跟景氣不好的時候 它的 它不會掉下去 對 因為在景氣很不好的時候 總有人在買對不對 對 這個我是找在他剛開始 就是在國外剛開始有這個基金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可是台灣那時候沒有 我有問過我的就是基金的底專 可能是比較早期吧 因為台灣其實有也滿久了耶 對 他說很早的時候 我一直 我到昨天RE通告 就是前幾天RE通告為止 我才知道說 哇 原來台灣也開放了 台灣有了 大概有一年的時候 一整年我都在問這個精品基金 都沒有 台灣都沒有開放 那你好幾年沒有問 對 因為後來就一直都在產培有沒有 對 臉都很綠 我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喜歡精品基金的原因是 可是我常常會覺得 為什麼比方說好了 我買男人都一定要有手錶 對 比方說我今天買一隻老力士 它可能價錢是16萬 除非它 真的真的很限量 否則大部分賣出去的價錢 大概就是頂多 大概我賣出去 賣給精品的收購市場 很少在增值 很少在增值 就算有增值的手錶 我們也買不到 因為它那個限量表 是很少 動作都幾百萬 就等於一百個而已 對 那所以我後來就發覺 我是一開始看到財經的新聞 有報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很有興趣 因為它是在講LV MH集團 對 它這個集團 他們要成立一個精品基金的時候 我就很有興趣 就開始打電話 就一直都問不到 然後可是我現在真的會建議所有的 你們盡量買包包啦 因為我已經開始要準備投資了 這個精品基金 可是因為其實大部分女生 都有一個觀念 就是像我一個朋友 她是在做股票的 那一賠或者是一賺都是上百萬 那有一次她就是 因為她很愛買那個Hermes的包包 對 她就持有好幾個薄金包 那她那時候買的時候 大概六十幾萬 結果因為股票被套牢了 所以她就賣了兩個薄金包 從 就一個六十幾萬 然後賣了之後是 我之前也有買過一個 就是精品基金的投資標的 它就是每一季 它就固定配息 然後可是配到最後 它強迫我就是提早出賄 為什麼 精品的基金 我們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就要去看 OK